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和律师一听都惊呆了 连杀7人就被判30天 男主开心地夸赞律师 然后愉快地开始了监狱生活 进监狱后各种例行检查 没想到监狱对身体检查也很严格 还给男主的大脑装了一些仪器进行检查 又给他注射了一针不知名的药物 这时是下午4点 醒来后男主头晕晕沉沉地被带到了监狱 可男主还很嚣张跋扈 结果被监狱长叫训了一番 然后男主被关在这个破烂不堪的牢房 不过想到就30天 也没什么大不了 用杯子在墙上刻了一个1字 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男主被监狱长叫醒 带到了天台上 这时烈日当空 十分炎热 监狱长让男主把上衣脱掉 男主一脸疑惑问监狱长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不过立马被监狱长揍了一圈 让人家男主锁在了柱子上 监狱长对男主说 从今天起 你要在这里从早站到晚 这就是对你的刑罚 男主对此很不幸一顾 可到了中午太阳暴晒 男主皮肤都被晒红了 这时监狱长带了一瓶水过来 但并不是给男主的 而是自己喝了 然后让人将男主的鞋子脱掉 让脚踩在炙热的铁板上 男主被烫得大叫 不过还在喊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晚上男主回到牢房 自言自语道 一定会报仇 之后男主每天受着同样的刑罚 这天监狱长还特意准备了盐巴 往男主烫伤的皮肤上涂 男主又痛得大叫 这样几天后 男主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监狱长却又想到了新的方法来折磨男主 特意给他准备了湿的牛逼绳 绑到了男主的脖子上 等绳子干了后 越来越紧 男主直接被勒晕了 又经过数天的折磨 终于到了第二十九天 男主想着还有一天时间 出去就杀了监狱长 第三十天终于到了 男主被带到了一个密闭的房间 绑到了老虎凳上 头上还被带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时监狱长说要对男主处以死刑 但男主不信 因为死刑已经被禁止了 而且如果明天不出去 自己女友和同伴也不会就此罢休的 可监狱长却说 拘役三十天就是死刑的意思 杀了七个人只盼三十天 怎么对得起那些善良的市民 所以要将男主处死 尸体也会马上被溶解 不留痕迹的 男主害怕了 大喊不要杀我 无论贼那都可以 监狱长冷笑道 没想到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也会如此珍惜生命 然后执行了死刑 一阵电击火光的响声 但男主并没有死 而是被绑在一个医疗床上 旁边都是医生 男主发现自己还活着感慨太好了 打算起身离开 可医生只是冷冷的看着男主 男主说三十天已经结束了 让医生放开他 可医生却说还没结束 你来这里还不到五分钟 这时男主看到钟表上显示4.05分 原来这是一项科学研究 因为死刑被废除 对于这种穷凶极恶的罪犯 研究出了这套刑罚 这项科系可以创造出假想的现实 让罪犯体会到真实的痛苦 而现实中五分钟等于罪犯意识中的三十天 现实中的拘役三十天对于男主来说就是724年的刑期 男主也要体会完724年的折磨与痛苦 不由分说 医生又给男主注射了药物 男主大喊助手 可并不能逃过刑罚 三十天后 男主的女友来监狱门口接男主 等了好久都没见到人 只有一个大叔被释放 可仔细一看 这个大叔就是男主 故事就到这里 影片中 男主一直毫无悔意 想着出狱就杀人报复 可当自己被处于死刑时 却低三下气恳求让自己活下来 这让我想起最近引发广泛关注的姜哥被害案 由于姜哥在日本被杀害 日本又废除了死刑 姜哥母亲也发起了将凶手判处死刑的警员活动 或许真的像姜哥母亲说的 只有生命被剥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这也让我想起曾经看的一部日剧《金牌女王》里面的一段话 很多被害者的家属都要求给罪犯更重的刑罚 要说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 那是因为这些犯人中很多都不会为自己犯的罪行感到忏悔 唯一悔恨的只是自己被逮住 为了让审判对自己有利 他们会上演一些令人作偶的小把戏 说自己的成长经历不被父母疼爱 社会对自己不理不睬 但事实上 即使同样的环境 甚至更惨的命运 大多数人也绝对不会选择犯罪 会那么轻易剥夺他人生命的人 他心情的嫌早就一根都不剩了 洛洛认为生而为人 所作之事 就必须担得起人这个字的责任 当你选择犯错甚至犯罪的时候 就必须选择承担后果 而不是逃避责任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